刘国梁训人有一套合集 日本选手赢球挥拳挑衅 加油 已经揭发球出界了 不想鼓动的实际上 许昕的赢面非常大 应该让他们活 明白吗 2 这样马龙11比4 马龙3比0拿下对手 恭喜中国乒乓球男队 李渊奥运会获得了 男子团体的金牌 男女 我互相团队 获得了 不行就滚蛋 人没有 这边根本没有优势 没有 没有 急了 早了 爸爸咧咧了 实在不应该 口头语啊 这叫克制 摇头晃脑 不带状态 精神都是恍惚的 全是消极的 越输越快 越输越快 给自己俩大嘴巴 打醒 保住晚间 马龙提出环球台 这肯定不行 这个场地大 那个场地小 这边有风了 那边没风了 都带练 除了世界排名第一之外 你没有任何的图形 给我赢下来 自在必得 发挥 发挥好 发挥不好 发挥不好 骗子 这种球啊 对你来说 你现在就是自在必得 你都想发挥好不好 你就一个心里 你爱好不好 你就给我赢下来 你就把自己 当作世界最棒子 就在逼自己 日常的时候 你逼习惯了 你就强大了 啊 啊 嗯 瞧点 不能笑了 现在 你奥运会市井赛 你还能笑得出来 哈哈哈哈 机会是抢来的 是不是张鲤哥 对吧 他是 一零年 这样一零年打直通 第二弹打出来之后 在最后决赛的时候 孟哥 决赛参加让他上 当时赢了速度 那球打得也不好看 但是他终于要不赢下来 把握住了进入团体的机会 让他自己打了 然后愣把王立行给打下去了 这样 当时许心 张鲤哥 马龙 三个人通过直通 打出三个名字 他抢来的 不是我给来的 你们现在也一样 你们也要抢他们的 这谁会靠抢 靠给就坏了 太娘了